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看几个门 家里的门 大门 洗手间 厨人房 客房 电脑房 很多房 现在是厨房开门 开房式 家里的厨房也没有门 门是很重要的 所以经常都说 门当户队 门面 门在家里面 禁门去屋顶 门上面的门头位是门头已经垂 没有津心的 这个门口里我应该是安徽拍出来的 这个门头很厉害,门面是没有尽心的 就是我遮遮的地方,这个是门面 门当务对,其实有很多东西说 门就是,我生下门我就可以不理你 打门我就谈经计,所以门就是,我认为门尽门也 就是我们防卫自己,这个门呢 其实我们说是,商开就叫门,单开叫门 所以门户之见,门和户一样东西都是这样的 就不是说是哪个位置,但是现在呢 大的叫门,小叫门,整正是商开就叫门,单开叫门 另一个方法就是,对着街的门,屋下的就叫门 门户之见,门很重要的 那门呢,中国也有,中国也有说过 一个建筑物是很多不同的组份出来的 所以每一个建筑物本身有很多门,整个群 不知道多少门呢,比如我们所谓门屋 门屋这么小的地方有十八间房 十八间门,没人计算过,没人计算过 故宫,商传说九八交的那间屋,我没组过 对吧,就是这样的 所以,房有房门,堂有堂门,门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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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门 很多样东西,门有门,门有门有门,门有门有门 门有门,门有门,门有门,门有门有门,门有门有门 门有门,门有门有门,门有门有门,门有门有门 最先见到那些家人就是这种东西 这些叫门,叫排方 这是两个门来的,是一个门来的 进去就有个地方 这些叫门 这些门是有一条横的 有一条横的,即是有一条横的 有个门头在那里 有个门 但另一种是没有的 怎样? 这一条,这一条没有一条 这一条门叫门,门少了一条横目 门也叫门 门就写了一个皇帝很重要 这个叫门 门就是一个入楼 所以我会分开了两大门 一条我叫板门,一条隔线门 门本身的分别 门本身分别,很简单 整块不动的,整块这些叫板门 板门,有梳那些呢 我叫隔线门,我叫隔线门 就是看到它的隔线门 通常板门一定是棱口的 隔线可能是室内的 这些是一些档钟,一些湖那些 有花纹的那些我们叫隔线 隔线这些叫隔线门 门,门那两种 隔线门和板门 隔线门那些呢 隔线门那些呢 都不是隔线门 那些,隔线门那些 我本身做一种防卫性的 门都是门 一种防卫性的那些 但整个密室都是板门 门那些门是相开的 门门是不算的 但是算了我们算了一种 这些堂房门那些 门呢 刚才说门的种类 有很多大的分类 但是一类呢 区域门 一类就是堂门 什么叫区域门呢 就是说 当我们进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去到这个区域了 那叫区域门 区域门本身呢 我们就说单体门 这里门就变单体了 门睡 门睡 那就是说 门本身就是这样 一个独立门来的 那这些呢 包括什么呢 上门 填寶玉门 外门 排库都这几类 不是很明 我们先看看 去到这里 天安湖 天安门 那门本身是一个独立性的 入到天安门之后 开始进入什么 进入故宫的范围 所以这门是故宫的区域 支持 你一定要经过这个门 这门本身是一个物体 不是一个窗窗 不是一个板 有一个进心 所以这个呢 叫区域门 整个区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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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入了天安门 接着入了五门 所以说推出五门斩首 而不是在这里刹 五门之外 可能去到广东 可能去到香港 就不在那里刹 为什么 他在皇帝这地方 推出五门之外斩首 就是五门 这个也是区域门 区域门 好了 现在我站在那里刹上 这个是皇帝先 不是这个是长度 那里面 开始是皇帝先的范围 所以这个就叫区域门 区域门 就是这样解释的 区域门 区域门 有分呢 区域门 长门 长门是区域门 最早期很简单 木柱 木就是它的门 最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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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柱 这是横梁 这种门 这种是最简单的 呼头门 上面的瓦桶是有黑色的 最简单的门 入了呼头门 进去哪个地方 这个地方 叫呼头门 他会不会在这里 不知啊 见证 就不知的声音 真是伤心 这边来 现在未列 国家后 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一个名单里面的 南铃园词 进去哪个门 我进去哪个门 在南铃园词里面 在外面这地方 我们可以讲话 我们可以抓咪 我们可以穿线 我们可以穿纱 在那里面 不许用大声公 不许用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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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不许用红衣 不许用红衣 那边就立刻被人不赶 为什么呢 里面就是南铃园词 出现这边的地方 那现在没有离头门 最早就在洞署,一條橫横,兩條橫横,就是這條門 這就是區域門 因為我們這裏有這麼長,所以這裏 如果單獨說這裏就是一個半樓門,但這裏有這麼長 所以這裏也叫做長門,入了門後就是屬於區域法 所以這裏也叫做區域門,就是這裏 這裏有種叫做靈星門,為什麼是一樣 靈星門的特點就是專門是孔廟,學工有的 香港沒有一個地方有的,這個先說 如果我們把這門分開一塊,其實是一個畫表 畫表,什麼是畫表 這裏是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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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製造的,這裏是製造的 靈星門,其實最多就是屋宇門 屋宇門其實有很多種,屋宇門就是 它本身是一間屋來的,但它是一個門口來的 就是有深度的,那裏面分呢 我們分開什麼,就是宿門,激門,散門 屋宇門就是最早期的一個基礎形成 通常就是一些官府會用,宮殿會用,大夫也會用 民間就少用的,就是這樣 進去,進去,進去,這兩眼 然後這樣就回來,這裏叫屋宇門 屋宇門,這樣看不完 香港的不是很相似,很相似 那現在呢,舊時這些叫屋宇門 其實現在我們叫做門房 那些secure在那裏 看這裏 這裏有兩間房 這裏有個房子,這裏有個房子 那裏有個房子,大家會留意一下 有個遺憾都這樣,這裏叫屋宇門 即是說,兩塊屋宇門很屋宇門 這裏叫一種,一種叫激門 激門,激門是完全擺開的 通常都是有品位的人,有官職的人 就是有官職的人 這裏有門口,這裏叫鵝炎柱 一間兩間三間四間五間 這裏有個位,那裏有個位 那裏有個位置,那裏有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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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你的品位,擺幾次,就規定 這裏叫激門,香港有沒有類似 例如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一、二、三、四、五 這樣就擺在裏 這個裏就是胡錦濤的祖家 胡適大宗前,這個裏有個位置 他叫什麼,找廁所去 這裏有個位置,這裏有多厲害的石頭 甚麼 Burger 我說是無心 沒有石頭,是很小的 這些甚麼 這些兩間五間 其他有沒有,有呀 這裏有個機門 二,三間三間 ca 以置這一位置擺激 那裡其實是激門就是一類似的激門 第三種的是散門 這是以ige的游個多 為甚麼、就是 就是前面一个风炎像,头边的风炎像, 进去之后,这里摆个尼达佛, 头边摆个拜托浩山,这边风铁如顺, 这叫山门,进去还看到尼达佛, 这边就是鱼,这个是笋,这叫山门, 这叫山门,其实就是以建议形式, 香港就找不到台门,整座很高的, 但香港真的没有,香港就没有了, 这些门那种种类,种类就是缺门, 缺门就是这样的, 这些是缺门,香港也不见有的, 这些缺门就是这样, 这是皇帝宁的, 这个缺门有没有类似, 有的,缺门有的, 好似,但不能做真的, 知道在哪里? 不知道,我不捨, 看花园,知道哪里? 那里缺门, 那里缺门, 深深深放到这家屋, 看花园,看花园那里, 那里就缺了, 或者这个是缺了, 是不是似, 缺了, 好, 天安门也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门, 这个也是缺, 因为天安上面没有那条环, 这个也是缺, 这个也是缺, 這個也是缺 或者我們去西安見到一個 這個不是沒有 這個也是招 因為沒有來玩過的都是缺 這個也是缺門 香港又沒有呢 這裡是門 這裡是柳 領南大學 這些都是缺門 但他們都是聯話一看 缺門不是獨立的柳 缺門是這樣的 應該是這裡的門 這裡是一道門 這裡是一道門 這樣就叫做缺門 單獨兩塊都叫做缺 所以我們看到有些是缺門 這個是不是缺門 因為領南大學是一個很西化的組織典 裡面有很多陰陽術素 當然 但是領南大學參觀一下 不是不少錢的吃飯就便宜 不過我們架 è貴的 responsibilities 不僅僅很便宜 我們這些叫做缺 一樣有的 還有呢 排方 排方在排香中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問題 這裡唐換了一個排方琴 朋友一起听 排放群有很多排放 全中国最多排放的地方 有什么地方? 批尼 批尼 排放有很多排放 我们谈到这里我们要什么 排放有什么? 有木的 有石的 有萝尼雅的 有木石的 也有什么?有两种种 主要一种就是 不容易凸凸出来的 我们叫做充滴式 有柱不凸凸出来的 我们叫做充滴式 有柱不凸凸出来的 我们叫做排放 柱不凸凸出来的叫排楼 分开了 有多少间 多少间 要分的 这样就分的 并一个 这个我们看到 通常是这样 入了这个环温溶 我们加上这个入里入里 这个就是 柱不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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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 好了,这个是多少厨,多少厨? 两厨,一厨 什么意思? 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叫排方 那排方有什么特别? 排方和门是一个单屋体 它本身是一个建筑,排方都有单屋体 只是排方,没有进心,没有东西 门有的 有门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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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长 门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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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长 或者是驱眉门 例如我们去到邓宵池,我们进不进 第一进就是门 但它有一个厅,所以我们叫门厅 但这个有没有进心?没有 有没有围长?没有 有没有厌长?没有 即是没有建筑? 这个是建筑,但它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叫排方 等于区域门? 区域门,但是区域门 分别是排方和门 我们说屋羽门 这个叫排方门 都是一个门 是的,这一种叫排方门 我们叫屋羽门 屋羽门分别是三种 屋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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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羽门 屋羽门 屋羽门是两个 屋羽门是开朗 山羽门是维雨 屋羽门 这叫排方门 排方门 排方门就是几何处 两处,来看这些东西 好了 这个是几多处? 两处,一间 有顶 有顶? 这个是什么? 快点不看 但一看就五只,无电 所以这个呢? 两处,一间 无电 一楼,无电顶 这就叫排楼 为什么? 它是楼 一层楼 一楼 一楼 这叫排楼 这叫排楼 明明? 明明 多处 一楼 一楼 这叫排楼 排楼 这个是排楼 这个是保林子 保林子下面的保林子 以前我们有两个很大眼 面前名称 一个是张文青 就是一个出家 还有一个是谁? 黄沉 黄沉 满族 张文青 还在做 好了 这个呢? 多少处? 四处 三处 三处 中处 中处 这个叫排楼 排楼 排楼 凤 没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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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讲完 记住 我们现在讲门 刚才我们讲的屋与门 佛有欧阳明 屋与门就讲了 有妈 宿门 有击门 有山门 这是五分 这个排楼门 那一门就分了 多少处 多少间 就分了 明白了吗?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比如我们想 这个排楼是四寸三处 粗衣食 那你立刻 你立刻画出来 你一会 动四动 打两滑 你立刻想到 这个是什么 但如果你不是这样认识它 你很难说一样 很难说一样 就是这样解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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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